我們南部門是很熱情的 我們要回到當初 那和諧又熱情勇敢的 台灣人 那我們大家最常講一句話 就是每天鄰居見到面 都會問說你吃飽了嗎 那我們今天我們把這句話 改成你請飽了嗎 你今天有去飽了嗎 就是我們去 關心鄰居今天他到底有沒有 簽這個罷免書 希望說從我們每一個人身邊做起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力量有限 真的要靠大家努力的去 把這句話宣揚下去 讓它變成是我們高雄人 每天見到面 會打招呼的一個方式 你今天請飽了嗎 因為我們在做的 我們不是為了什麼人的利益 我們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我們為了是我們共同 我們心愛的高雄在打招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 看到大家做回來支持 我相信有這麼多人的支持 不管是我們台灣基金 不管是我們共同 或是說公民掛插 他在這裡頂頂所有 在做法面的這裡的人 我們都一定一定的 一路又繼續繼續下去 我覺得韓國瑜至少要先把市政做好 然後再來選中共 先把他之前的承諾先做到 再去訓練也可以啊 韓市長就很荒謬啊 誰會想要讓他繼續當市長 我覺得正常有邏輯的人 都不應該支持他 所以我就過來這邊 做一件有邏輯的事情 因為台灣基金 他們是非常努力的 在為台灣的未來而努力 然後有一群非常熱情的年輕人 願意為台灣的未來 投入自己的心力 所以我願意來相挺台灣基金 然後廣德嘉老闆他被霸凌 這個是一個非常過分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大家不會 高雄的太陽不可炎熱 我們一定要熱情來相互